六波罗蜜中首先提到布施 其实也就是要我们学习放下 奉行六波罗蜜六度的第一度就是布施 布施不是要我们捐款 布施的意思叫你真正的放下 我们要把世间的一切法放下 出世间的一切佛法也放下 如果想要快乐 就不要去想别人适活会感恩于你 我们的付出只是为了享受 布施的快乐 布施佛里学的是死活 明白活里活着即能做活 成活不是死了以后 而是心觉悟了 修行不是一天两天 整天唠唠叨叨的在那边念 我要往生 我一定要往生 好像往生就是死了 修行是通过了文师修的觉悟 是让贪生死消除 这是我们助人以及帮助自己的最究竟的法门 能够放下就能够自在 放不下就有无尽的烦恼 放下是从心里的放下 心地清净光明 一尘不染 对于社会上应该做的事情 本分内的事情都要做得尽善尽美 不求回报 水方新闻 外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